欢迎来到北岛雍频道,今天是2020年8月13日第118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作出擦枪走火的准备,第一辑 对上一集第117集,我们就说了长和系里面最顶级的母公司业绩公布的情况 我们也要承认一件事,就是这间公司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但不是够光,不是代表没有光 它坏船仍然有三斤钉,而且它的资产也不是太差 只不过是看看风是吹去它那边,还是吹离它那边 如果风头是对它那边的话,其实它的股价一样可以飙升 当然,现在这个业绩期已经过了,我们在公布业绩期的特辑也算是完结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希望讲一些比较juicy点的题材 在未开始之前,当然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按一下广告 订阅多点我这个频道 当然希望你可以按一下个钟键,令到我的信息可以顺快送到你们身边 不少得的,希望你们可以把这条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当然更加希望的就是你们看完这条影片,给个like作为一个鼓励,那就最好了 我们讲回我们今天的题材想讲些什么呢? 最近有没有发觉我们的恒生指数的升落都不是很大 有时候可能会跌几百点,譬如说五六八点,或者是升五六八点 但是来来会会,都是盘回到两万五千点左右 原因当然就是一班好友和一批淡友互相拉脚 这个拉脚其实是挺闷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股价都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看的 但是呢,外围环境就不同了 因为中国和美国其实就拳来拳往,脚来脚往的 最近呢,美国就派出了一个卫生部长访问这个台湾 这件事当然就是引起这个中国的不满 这个中国的不满当然是要做出一些姿态,要显示他们的不满 所以解放军就派了这个战机飞越这个台海的中线 这件事呢,有报章,或者有些电台,或者电视台也有报告过的 那他报道的时候呢,他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来的 因为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幅图 这条线呢,蓝色这条线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台海中线 那如果解放军那些战机飞越了这条线的话 就是拍近去台湾的话,其实呢,如果要攻击台北的话 就是说,飞机、战机三几分钟就会到达台北的了 所以,对台北来说,威胁性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在电视上或者特辑上已经有人在说 台湾方面呢,陆地军队那些对着这些飞机的火箭炮 已经是全部设好了 就是差在那些手指没有去到按键那一刻而已 那其实呢,是很危险的 如果一个不过意,哪个快手点按键下去的话 那个导弹射了出去的话,射不到就自然没事了 如果射到人家的飞机的话呢 那这一场战争可能就是在台湾这里打起了 那你说怕不怕?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题材呢 就是说,我们要不需要为备战而作出一个准备呢? 你不要以为香港没事啊 台湾和香港其实都是很近的而已 有起什么事上来的话,我们香港呢 都是在一个影响的范围之内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啦 今次我拍这条片呢,有少少的不同的 或者是特别啦 就是我会引入两篇文章 当然这两篇文章呢 在观点与角度呢,都有少少不同的 就是站在中国那边看,还是站在美国那边看 那第一位呢,我想说的是这位叫做石山 他是一个资深的事事评论员 其实我最近都喜欢听他说话的 另一位呢,就是我们香港人都熟悉的名人来的 施永青,他就是中原地产的老板 他都属于一个学者,因为他都写了很多篇文章 好了,那这两位人兄呢 他们写的文章的题材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看这个石山 他那篇文章的题材就是 和中国打高烈度战争,美国准备好了 既然他这么说的话,很明显看这个题材 我们都知道他应该站在美国那边的立场 来看这一件事的 那就无所谓的 人家要站在哪个角度去看 这是一个人家的选择 我们要尊重的 我只是引述他的文章而已 另一位呢,就是施永青 他的文章的题材就是 美国会向中国发动战争 这个呢 明显地他也是看在中国的角度 去看这一件事的 两者之间呢,他们的文章 有长有短 我们就会由施永青这篇文章 就开始讲起 施永青那篇文章就会比较短一点 但我会将重点讲出来 但当然了,我没可能就将所有的字 都放在这里 如果放在这里看的话,你们都会看得很辛苦 那石山那篇文章 就稍为长一点 所以就会讲多一点 所以我们第一步 就由施永青这篇文章 看看他的思考的角度 和大家相不相近 在施永青的文章里面 他就这样说 他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中美的恶斗 将会加剧的 未至于演变成为热战 但冷战 相信就无可避免 香港在这个情况之下 必然成为一个和心 以后香港那条路 就更加难以走下去 美国 是想制约中国的发展 但如果只局限于用一个和平的手段 似乎不能容易得到成效 所以有人提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 那美国国会 会不会挺而走险 向中国发动战争 我们说 美国是一个老大 处于一个强国的地位 但他就受到一个新崛起的国家 即是中国的威胁 原本的势力 就会受到冲击 如果他的利益 要重新再分配 他就觉得自己的利益 会受到威胁 所以他就会指责对手过分 即是指责中国 然后将对手的行为邪恶化 然后引导国民 将国家衰退的原因 归咎于国外的情况 如果国内的情况不能制止下来 越来越麻烦的话 所以发动战争 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是可以转移视线的 类似的情况 其实现在在中美关系上 已经是一一可以见到出来的了 令到美国的 会不会向中国发动战争 这个问题上 就变成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了 好了 施永青他就这么说 他认为中美发生热战的可能性 是非常之低的 首先 中国 理应没有理由主动挑起这场战争 因为在军事上 中国没有优势 打起仗上来 都是很吃力的 所以 应该尽量避免战争 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 去发展经济 施永青继续讲下去 他就这么说 他说中国已经拥有一定的核子反击能力 向中国发动战争的效果 可能只会是两败俱伤 甚至是两败俱亡 正是因为不想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美国才没有对全苏联发动战争 那么连对有核武的北韩 美国都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美国一样是不想轻率地向中国动武 如果不打核武的话 只能够打常规战 其实中美之间 过往也都不是没有交过手 首先有两场战争 第一场就是朝鲜的战争 当时是直接交手 另一场战争就是越南的战争 就是间接的交手 第一场是美国打不赢 只能在板门店坐下来谈判 第二仗 美国更加输得一败涂地 在西贡撤退的时候 狼狈情况 全球可以在电视机的新闻上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对美国来说 这次的战争是一个奇耻的大欲 没耻难忘 如果令美国政客 就会对这些要想和中国打一场战争 就会有个戒心 就是因为以前打不赢 施永兴继续描述 他说在韩战打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中国中央政府 上台没多久 真的连椅子都没坐乱 当时的武器装备和美国相比 差了十万九千里远 但也有能力和当时的美国打成平手 越战和韩战相距十几年 中国支援了北越 它的能力令美国已经招架不住了 距离越战已经相距了四十多年 中国的军事实力也是金飞色比 所以美国的领袖在选择和中国开战前 一定会更加审慎和三思 美国在越战后都不是没打过仗 但是打了都是有头威 没有美阵 政治任务是未完成的 那就要撤兵了 好像在伊拉克这个地方是这样 在阿富汗这个地方都是这样 如果战争是政治延续的角度去看的话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失败的行为 因为美国连阿富汗的塔利班都打不赢 相信就不会轻易去惹中共 有日本的军事评论员就这样说 如果以中美两个国家今次抗疫中的表现 去推算两个国家的实战能力的话 结论将会是中国的领导人 有较快的掌握前线的实况 果断地作出指挥 并且可以迅速地去调配人手和物资 投入去一个关键的位置 并且可以取得一个实体的成效 但相反 美国的表现就是一塌糊涂的 这样的美国有没有条件向中国发动战争? 香港人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 理念上应该是较为接受资本主义的理念 所以在意识形态上 有很多人都会比较是亲西方的 甚至是亲美国的 在中美开展了恶斗前 其实没什么所谓 因为只要香港可以发挥到它的特殊地位 可以补充中国还未能自己发挥的功能 其实中国政府是愿意忍受的 施永清还这么继续描述下去 他说自中国和美国的矛盾加剧後 美国已经不想中国可以 顺顺利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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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meetings to social change 因此必须千方百计令中国 没法按照自己的构思来管治香港 美国 USA也处处引导香港人 尤其是年轻人 要按照西方的理念弄一做好 目的就是要香港变成美国的棋子,发挥拖慢中国发展的作用 香港人必须要明白,香港的主权和自治权已经回归了中国 如何去行使这个一国两制,只能由中国说了算 所以美国再强的话,也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左右中国 美国离香港实在太远了,而且和香港也没什么血缘的关系 所以美国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香港人 未必会为香港付出太多代价 但中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主权,一定会不惜牺牲 在这个情况下,香港人如果听美国人的摆布 而不去切法去平衡北京的需要,只会损害到自身的利益 终于都可以将施永清先生那篇文章大概的内容表述一次 希望各位不要觉得太闷了,因为原来读别人的篇文章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我拍这段视频的时候,NG的次数比平时多很多很多很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好好再训练一下 施永清这篇文章,其实那个题材就是 美国会向中国发动战争 你们在网上,你们在网上打这篇文章 都可以找到那篇文章 这里也有个地址,不过实在太长了 我尽量放在我的YouTube里面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看看我的转述有没有偏颇 希望没有,因为我尽量将它的原文重点地说出来 现在想起都头痛了,原来还有一个还没说 就是这个石山,他的文章更长 如果要讲起来的话,就不知怎样了 不过我希望为了这样可以训练自己的口才好些的话 我都会硬着头皮说下去 石山这篇文章,理论上听下去可能会更过瘾一点 希望不要那么悶,第一次是一个新尝试 石山说的题材就是 和中国打高烈度战争,美国准备好了 这个题材我们希望下一集会继续讲下去 希望各位继续支持 好了,来到这个时候又是做这个文章的推介了 因为最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 有关于中国和美国的晶片公司 这篇新文章就是关于中国的中芯国际981 最近它的股价由高位跌了下来都跌了几多下 大家要小心点看着它 另一家公司原本股价跌到很低层的Intel 它现在的股价又慢慢向上升上去 所以之前大家都是向下跌的 现在就好像大家的方向有少少不同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不妨就进来这个地址里面 就看一看这篇文章 因为如果你将来真的想进军美国的话 你可以比较一下 究竟是中国的晶片公司容易投资 还是在美国的晶片公司容易投资 这样比较对大家都有好处 所以说不要只是局限了自己在一个地方投资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 那大家尽管给一下面去看一看 希望你们各位看完之后 帮我按一下附近左右的广告 那在这里做一次多谢大家的帮忙